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教协民阵解散是唯一的选择 和行使自由无关 他又特别点名警告律师会 说如果将政治凌嫁专业 政府会终止合作关系 香港律师会下个星期二举行周年大会 改选五名理事 被视为亲民主派的律师 如果全取误席 有意见认为律师会理事会将会变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会前见记者 主动点名警告律师会 如果将政治凌嫁专业 政府会终止合作关系 他不是做专业的事 他是被政治惧劫了 或者凌嫁了他的专业 特区政府唯一的取向 就是和他终止关系 早前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 我们也是教育局 是有需要和他终止关系 如果日后有其他的专业团体 包括近日在坊间 讲得很多的香港律师会 也都是被政治凌嫁了 他们的法律专业 特区政府同样会考虑和他终止关系 他强调政府和律师会的关系深远 很多的法定组织 例如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 法律援助服务局等 当局都会委任由律师会推荐的人员 如果律师会成为政治团体 将会重新审视相关的合作 对于教协和民阵先后宣布解散 林郑月娥说和行使自由无关 以往是很肆意触碰红线的社团和人士 我自己认为他们选择在这个时候 自动结束或者解散 是唯一的选择 所以是和行使自由 言论是无关的 他强调解散并非免责条款 执法部门会根据法律继续调查 无先电视机者郭荣欣报道